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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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说清晨热化掉现 经过绣红了明月 谁的美也又上了蝶 我只知道远方一身闷泪 周语敲打我的狼狈 快乐不起来的谁 午夜梦会 这悠悠岁月 悉数我的憔悴 情是荒废 我不要好累 乱世江山 我不想了解 你在宫殿外 听不见眼泪 看不见心碎 情是荒废 我不要好累 这烽火狼烟 欲待你危险 被寂寞包围 我总是遇见离别 死都不妨碰 是吗 好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是要守还是要拆 丸姐姐 丸姐姐我求你饶了玉妹妹吧 我求你了 丸姐姐 你别拆了丸姐姐 丸 放 住手 皇后娘娘嫁到 玉姐姐 叩见皇后娘娘娘 千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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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制凤婆子 关 你也在这里 儿臣叩见母皇 玉姐姐 伤得不轻啊 你的心好毒 你怎么那么残忍 我 新帝 是他先 你们实在太过分了 她好歹也是进宫选妃的绣女 如花似玉 你们将她变成这副样子 让本宫见了 也心生有怜 母后 您这么晚来这儿 就是为了这个绣女吗 怎么 你很怕吗 不是 是儿臣疏忽了 打扰到了母后 还请母后数岁 就是这样东西 尤其这场轩然大波 就是这支凤头钗 这支钗 除了遭火吻之外 并无其他特异之处 本宫问你 为何你会为了这支钗 敢冒杀头之罪 请皇后娘娘容禀 这支凤头钗 是我赠给玉妹妹 作为结拜姐妹的信念 玉妹妹是为保我们姐妹之情 才这样不顾一切的 请皇后娘娘看在妹妹 重情重义的份上 你就饶了她吧 你们同为进宫选妃的绣女 想不到你的心胸竟如此宽阔 可以和一个与自己争宠夺位的女子 建立深厚的感情 皇后娘娘 是姚姐姐 可怜我爹娘枉死 赠我金钗 潘玉本来想带到爹娘坟前 告诉爹娘在天之灵 有姚姐姐照顾我 请二老放心 可是杜姑娘 应要抢我的钗 请娘娘明鉴 还潘玉一个公道 你要公道 那本宫就给你公道 姑姑 你别听她撒谎 这支钗 本宫就赐给你 婉儿谢皇后娘娘赏赐 母后 你这 你这太不公道了 本宫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公道 为个区区差事 就扰乱公规 本宫就是当庭将她杖毙也是应该的 不过婉儿既已替本宫略师承治 本宫就饶你不死 母后 儿臣要带玉姐姐去疗伤 她容貌一毁 还留她干什么 不行 母后 你要是敢玉姐姐走 我就跟她一起出宫 再也不回来了 慢点 这什么奴才 主子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还顺得跟猪似的 殿下 不要吵她了 我倒是挺羡慕她的 云珠是挺无忧无虑的 没有烦恼 好 玉姐姐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 殿下 你别为玉儿伤心 玉儿担当不起 一定很疼吧 我要能替你分担就好了 玉姐姐 你为什么不让我带你去找太医上药呢 这么疼 这么难的事 你非得自己来吗 皇后娘娘已经觉得我惹是生非 我不想再给旁人添麻烦了 可我不是旁人哪 我不是这个意思殿下 殿下你放心好了 脸上的伤虽重 但是我自己可以知道 我对我的医术 还是小有自信的 真的 那你答应我 你一定还给我一个 比以前还漂亮十倍 甚至一百倍的玉姐姐 这沾了潘玉那剑人的写的钗子 插在我头上 真是显得我艳丽动人 威夷无比 小姐 夜深了 应该睡了 我不要 我真是太高兴 太兴奋了 潘玉现在变成个丑八怪 大花脸 齐星现在只是一时不忍心 才会帮衬着她 等过些十日 她发现潘玉真的毁容了 如果到那时候 她还理她当太子妃 那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请不吝点赞玉 瓶子好看吗 好看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你别怕 我没事的 你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 过来 我怎么 我怎么也变成这样了 云珠 你没事的 别担心了 就是啊 你看玉姐姐上的病你还严重呢 你没跟你似的 贵苦狼豪的 那倒是 她本来就姿色一般 哪像我呀 我本来就国色天香 碧月羞华 沉衣落雁 人见人爱 那个天下的蜡手催花呀 行了 我原来是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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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来 你 你 听珍珠雪花糕 一敷就好 我信你我是个猪啊 王姑娘 记住 别见风 你这晒雪一般的交融 不久就会痊愈的 行了 别那么大声让让我的名字 我可警告你 如果有旁人知道我的面容 变了 我就肚里的手脚去喂狗 老臣不敢 我跟我家小姐被鬼打了 王姑娘也被鬼给打了 是啊 听说最近宫里面闹鬼 是吗 那王姑娘双成这样 好像内鬼挺厉害的啊 你 鬼不挑人什么人都大 我以为专挑美女呢 怎么连云珠这样的也下手 你这样会有效吗 虽然你的医术不差 我的艺术不是不差 而是很好 这是花爷爷教我的 没想到我居然会有用上的一天 你放心 你的妻子还没有费 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凭我特调的珍珠雪哈膏 我一定可以恢复原貌的 都伤成这样了 去哪儿啊 去陪你弟弟玩乐 好让他更喜欢我 让我早一点当上太子妃 我 vielä一直 Lori 后来 对 毅姐姐 你看 快看到 你 看 飞起来了 毅姐姐 你看 飞起来了 飞得好高啊 快看看 易姐姐 你快看呢 风筝飞得好高啊 好高啊 你不是说很快就好了吗 怎么带来那么久 还不摘下来啊 还没全好 还要几天呢 那 那还要多久啊 殿下 我都不急了 你急什么 我担心呢 不管不管 我现在就要看 好了 易姐姐 你的脸一点事都没有 走 好像比以前更漂亮了 殿下 玉儿的脸刚好 不宜触碰 请殿下恕罪 对不起 是我太莽撞了 易姐姐 我一直担心你的伤 所以到白马寺为你祈福 现在你的伤全好了 走 我们去还愿 感谢佛祖保佑 没想到太子殿下对那个丫头如此上心 那个丫头就是个祸害 可如今 这事态已定了样 就算咱们再阻止 只怕也无力回天了 娘娘 您向来比皇上都还勇决 怎么面对太子殿下的事 却这么容易就让步了呢 孩子大了 不由娘了 娘娘 上次失手 是韩命来捣乱 这次 您再派我去取那攀玉的姓名 莫愁绝不会让你失望 莫愁啊 莫愁 本后现在的心情 真的希望能像你的名字一样 不用我发任何的仇 娘娘 皇上的女人 我们都已经杀了不少 何况是区区一个秀 你不懂 一个为娘的心 比一个做妻子的心更难呢 跟本宫抢丈夫的女人 傻多少我都不眨下眼 可儿子心爱的女人 我们却连一根寒毛 都碰过她 莫愁啊 你没嫁人 没生养过孩子 自然不会明白 一个做母亲的 终其一生 就指望着维护 那薄如禅意的母子之情 在这大内深宫之中 宫斗不断 若是一招讨得儿子不快 就有可能 永远失去了 儿子对你的敬爱 也失去了 我们之间的母子之情啊 可是 恕莫愁愚钝 为什么娘娘 都对太子殿下 有着这样的嗜毒之情 可对大皇子 你别跟我提她 那个孩子是例外 对本宫来说 他永远是个耻辱 是个抹不去的恨 我是怎么了 怎么一直想起那个冷血 无情的家伙 云珠 你怎么又从那里冒出来 你看云珠 我好不容易把它治好了 你又把它打回原形了 我以为我来 你会高兴啊 大半夜的 我干嘛高兴啊 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许任何人 从我的床底下出来 你当真 确定 不想看到任何人 再从这里钻出来吗 当然 尤其是你 爷爷 爷爷 芽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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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芽芽 我好想你啊 芽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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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天哪 没想到蜀宫中的人这么坏 心这么黑 芽芽 让你受苦了 爷爷 你不要这样嘛 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 为了父皇母后 为了找到云弟 好几次 芽芽 真的快听不过来了 芽芽千万别这么说 爷爷知道 爷爷都知道 要不是你受了这么大的苦 大皇子也不会怕你没人照料 连夜买通了内务府 把我安排到了你身边 做你的天生太监 什么 大皇子 爷爷 那你再也不会离开我了 对不对 别哭了 傻丫头 爷爷不会再离开你 您别哭了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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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就是件高兴的事 我本来就是做太监的 在京宫来重操酒业 不是件难事 只是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我挺意外的 你意外什么 大皇子 你想想 当初他不让我陪你入宫 一是怕我给你带来危险 二来 也是怕烙人把柄 而现在 你势单力薄的时候 他甘愿冒风险把我送进来 他甘愿冒风险 芽芽 你想想 他不是关心你 又是什么呢 啊 我怎么会这样的 我不能再沉溺下去了 他只是一颗棋子 我捡来的棋子而已 怎么样 你的花容月貌 完好无缺吧 可是我好了酒伤 又添了心上 是不是你 你妒忌我的美貌 还有我跟大皇子的关系 所以你就趁我熟睡的时候 偷袭我 是不是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我最近老是昏睡 而且醒来的时候 总是流鼻血 你说呀 干什么呀死丫头 胡言乱语什么呀 有你这么伺候小姐的奴才吗 你是哪来的太监呀 凭什么到我的房间里来呀 你的房间 对呀 花爷爷 我先跟您介绍一下 这位呢 他是大皇子跟前 最中心的丫鬟 叫云珠 这位呢 是大皇子最信赖 也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花爷爷 花子乔 乖 大爷爷 怎么着 走开 花爷爷 我怎么不知道 大皇子身边有你这样的人呢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呸呸呸 你要干嘛 爷爷 你要干嘛 怎么 怎么 这怎么了 我就知道 大皇子他厉害得很 想发现他的狗腿子多了气了 我告诉你 臭丫头 爷爷爷 我别 我说实看来 我们都是大皇子身边的人 暂且接纳你 我不接纳你 今儿我非打死你吗 花爷爷 别这样 云珠将来可能是大皇子的妃子 而且他还在递大皇子看着我 这就对了 多给人家潘姑娘学着点 还有我告诉你 你就是大皇子派来伺候我的 还要给你学险 还有 因为他知道 潘丫头是个不好管的丫头 好了 别生气了 你干嘛 干嘛 睡脏了 咱再去给你换点热的 好好伺候伺候你 哎 你有病吧你 死老头 你 你 你神经病 哎 兄弟 哥 哥 原来你一直都在 原来你一直都没放弃作画 我以为那个女人一死 你就再也不画了 没想到你不但一直画 而且画工还越发炉火纯青了 是吗 画得像吗 何止是像啊 简直是栩栩如生 玉姐姐就像从画里走出来一样 却也像真人走进画里一般 尤其这凤冠侠配 既新颖又喜气 跟我梦里的新娘是一样的 大哥 这画能给我吗 大哥 这画 本身就是画了送给你的 要不然哥哥我画着弟媳妇做什么 就是他大哥最疼我了 玉姐姐大婚的集服 就找大哥画的款式去做 弟弟高兴就好 弟弟现在是太子 要什么有什么 大哥能为你做的 也只有这些了 大哥 你没有做的 何止这些 尤其是让出太子之位 别提这事了 这件事情 只会让我们兄弟俩更加难堪 哥 你老是跟我说 你恨不恨我 其实我也不想当这个太子 这都是母后他一手 哥哥知道 行了 我们是亲兄弟 谁当太子不都一样吗 我们俩 都是母后的孩子 就因为都是母后的孩子 我才担心你会难过 母后偏心 从小对你急烟力色 对我确实封疼爱 可大哥你不单不计较 自小就对我疼爱有加 我们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哥哥不疼你疼谁啊 只要你能幸福 哥哥就高兴 大哥 我现在真的很幸福 没想到找到自己喜欢的女人 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 大哥 等我跟玉姐姐大婚以后 我一定给你物色一个美娇娘 让你跟我一样开心 弟弟啊 你还是为自己好好打算吧 你想去玉儿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母后这关 很难过 不好过也得过 那要是母后不答应了 不答应也没关系 反正我这辈子 就要跟玉姐姐在一起 大哥 你就别为我烦恼了 我现在就去找母后 她从小最疼我了 我最多以死相逼 我就不信她不答应 你当真决定了 是 这是儿臣最后一次求母后了 最后一次 是最后一次 儿臣已经想好了 母亲不答应也没关系 儿臣这辈子都要跟玉姐姐在一起 太子殿下 您这不是在为难娘娘吗 选妃不但要选德 还要选贵 潘玉那个丫头出身低贱 举止任性 她根本就不是殿下的良配 那再 住口 你这个从来没成过亲的阉人 你凭什么在这里大放厥词 本太子的终身大事 是你个奴才能治着的吗 我母后还没说话呢 你倒先做起主来了 奴才惶恐 受奴才多嘴 但奴才也是一片忠心 为殿下您着想 那我还真辜负你的一片忠心了 留着你的忠心去算计别人吧 本太子已经想好了 我跟玉姐姐的事 谁要再敢说个不在 我就跟她拼命 你还真的急了 选妃的章程都还没走完呢 不是还有个诗文大会吗 要比诗文采 到时候再决定也不迟啊 这我还嫌晚呢 我要是能早点决定 玉姐姐哪至于受那么多罪啊 再晚 恐怕玉姐姐 迟早会死在那些女人的手里 还不如快点给她个名分 一来 可以端来那些女人的想到 二来 母后 你不想快点抱孙子吗 快 快不见得是好事 母后早知道你会来 但没想到你会来得这么快 快得母后都措手不及了 你是否真的考虑清楚了 是 儿臣这辈子没有玉姐姐 是不会快乐的 母后 儿臣求求您 就成全我吧 我跟玉姐姐会好好孝敬您的 好好好 那母后啊 就让你再考虑几天 如果真的不后悔 就调个日子吧 母后 你不会是答应了吧 你都说到这份上了 母后能不答应吗 我要成亲了 我要成亲了 玉姐姐要嫁给我了 我要成亲了 我要成亲了 玉姐姐 你要嫁给我了 我要成亲了 玉姐姐 你要嫁给我了 莫愁啊 这几天给本宫仔细看一下选妃秀女的动静 别让他们再骚扰潘玉 毕竟都快成为一家人了 是 莫愁知道了 娘娘 您真要让那个潘玉当太子妃啊 怎么 本宫不急你倒急了 不是奴才多嘴啊 潘玉那个丫头 本宫知道 本宫知道 但本宫不能为了一个女人 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更不能因为本宫要顺心 却让兴儿一辈子伤心 可是 兴儿那孩子 好久都没那样报本宫了 可是娘娘 太子殿下对那个潘玉眷恋过深呢 那个丫头个性又强 以后若是以夫妻之情 钳制了太子殿下 您可就不好控制了 本宫最怕的就是失去自己的儿子 论到跟女人斗 本宫这辈子还没输过 你说什么 姑姑她 她竟然 宛姑娘 难道我还骗你不成啊 那娘娘禁不住太子的一番苦求 就隐了这事 奴才在旁边听着也是心里直打鼓 这不是来毁你了吗 不可能 不可能变成这样的 姑姑她明明说好站在我这边的 她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王姑娘 你去哪啊 去找姑姑理论呢 你不能去啊 亏你还是娘娘的亲侄女 怎么娘娘的性子 你一点都不了解呀 娘娘向来是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的 她定的事情从无更改 你还去理论呢 那难道就眼睁睁看着 盗嘴的鸭子飞了吗 看着潘雨那个贱人从此高高在上 见了她我还得行礼 那我这辈子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啊 你现在啊 就装什么都不知道 才好动手 动手 来 把东西拿上来 你这是做什么 来给妹妹赔不是啊 玉妹妹 之前是姐姐脾气不好 我回头想想 就算我当不上太子妃 最后你嫁给新帝 那你就是我的表弟媳 咱们终归还是一家人不是 总不能一辈子乌眼鸡似的 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吧 赔不是就不用了 反正我们各过各的日子 井水不犯河水 谁也别挡谁的路 妹妹说这话 是不肯原谅姐姐了 姐姐为了给妹妹赔礼 可是煞费苦心地 亲自采办了这些补贫 妹妹 你不会这么心狠 非要辜负姐姐的一番心意吧 就是的 你看人家杜小姐也是一片好意 为了这么绿豆大的巧事 就别太在意了 是吧 做人要大度一点 这个是鞋花房的点心吧 馋嘴丫头 你不怕噎死 要不你也来一口 你怎么没让你 这这这 玉妹妹 人家都说大人有大量 你瞧 你家丫鬟都原谅我了 妹妹 你不会还一心计恨吧 过去的事就算了 如果你没什么事 请回吧 哪能就这么回去呢 人家都说 宋佛宋上天 赔罪要赔到底 这赔罪酒 我还没有敬妹妹呢 瓶子 来 赔罪一口饮尽 仇恨一拍两散 姐姐敬妹妹一杯 你为何不喝 丸姐姐的好意 妹妹怎敢不受 不过 我比较想喝这杯 都是一个酒壶里倒出来的 难道妹妹还怕我害你 既然都是一个酒壶里倒出来的 那我喝这杯又有什么不同呢 该你喝了姐姐 只要你喝下这杯赔罪酒 不仅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 连我太子妃的位子 也可以让给你做 你绝对是称心如意的 不 我不想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你以为我是刚进宫的那个潘玉吗 你这个黑心婆娘 你好狠地心肝肺呀你 是 我是想毒死你 我爹是征东大元帅 我姑母是当朝皇后 你能拿我怎么样 只是让我不解的是 你怎么知道酒里面有毒 姐姐一家出身君武 又是皇族子弟 那就更应该多亲近点书末 这毒酒子母壶 在图鉴上写得清楚 母壶装酒 子壶藏毒 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 丸姐姐 要下毒害人之前 应该先下点功夫 你 你 云朱 快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都快扔出去 谁稀罕你 不行 这人吃了不是没事儿吗 别抱歉 听我 呸 这些人越来越可怕了 云朱 以后不是自家的东西 千万不能吃 奴才罪该万死 请娘娘恕罪啊 你也知道自己罪该万死 还敢来求鬼公 不杀你 娘娘息怒 娘娘息怒啊 是谁让你们自作主张的 是万儿一个人的主意 姑姑要罚 就罚万儿一个人吧 你一个人 那你还有脸替人求情 本宫知道你自己想死 你想拉人垫背 本宫还不准呢 好 那姑姑就杀了万儿吧 横叔万儿也不想活了 万儿是姑姑的亲侄女 是度假的人 去输给姓潘的那个丫头 万儿活在这个世上 还有什么脸面呢 万儿当不上太子妃 死了算了 万儿姑娘 不要 你看你像什么样子 好歹你也是个元帅千金 成何体统 要死要活的做给谁看 万儿不管 万儿跟星帝青梅竹马 万儿这辈子田天是要嫁给他的 姑姑你明明说好让我当太子妃 你怎么可以反悔 出而发而 本宫该帮的都已经帮了 谁让你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呢 我怎么是阿斗了 我就算是武则天在世 也奈何不了姑姑你一味的偏袋外人啊 本宫警告你 潘玉如今已经不是外人 是行儿选定的太子妃 也就是本宫的儿媳妇 以后谁敢动她 别说什么外人 就算是自己人 本宫也饶不了她 姑姑 你不疼婉儿了 你再也不疼婉儿了 你怎么啦 婉姐姐 走开 莫名其妙 母后 杏儿 你来了 婉姐姐这又是怎么了 跟母后要一个玩物 母后不给 争闹脾气呢 不疼婉儿 不疼婉儿 你今天看起来很开心 有什么事 能跟母后说说吗 不疼婉儿 带你的儿媳妇 来见婆婆了 是她的画像 是 上次潘玉的脸受伤 母后也没有看清楚 这次母后要好好看看 是怎样的一个 倾国倾城的美人 让我的心儿 如此神魂颠倒 母后 你说画得好吗 好 我 我 好 什么 皇后娘娘答应了 是啊 母后这次特别爽快 连我都没想到 怪不得杜婉那么心惊 婉姐姐怎么了 婉姐姐 我跟你说婉那个女人她 云珠 去那边吃东西 别那么多话 云珠 到时候你跟着玉姐姐 一起嫁过来 要吃多少有多少 好 玉姐姐 你说咱们应该怎么 操办这婚礼呢 这件事你操办就好了 我又没经验 什么都不懂 我也是第一次啊 我是想啊 咱们别开生面的 在江上办婚宴 连接好几条大船 摆设喜酒 让两岸的老百姓 一同为我们祝贺 你说怎么样啊 至于你的嫁衣啊 我都为你想好了 你看 如何 如何 画宫真细 画得也像 还有这嫁衣 真是清新脱俗 是宫里面哪位画师画的 宫里的画师 降气得很 哪个急得上五大哥呀 是大皇子画的 是啊 他还说 这是送给我新婚的贺礼呢 好 殿下 这 这画可以送给我吗 当然可以 日后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何况这幅画呢 给 一切都是我的 这画我 你也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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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也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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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冰和雪滴火油 我和谁在决斗 握紧我的手 倾听我流动的脉搏 沉默着 昨天的伤痛挥随风走 只要我的爱守护着 爱可以随身火热不怕痛 爱可以翻身越岭没尽头 望一眼千山万水 望一眼仍是全非 你的誓言是最美丽的瞬间